紐約證交所三號發生技術問題 引發市場混亂 多檔個股 暫停交易 連帶導致巴菲特旗下 波克夏海瑟威A類股暴跌百分之九十九 不過目前問題已經解決 所有系統均以正常運作 就在出現技術問題 三號多達四十檔股票交易 異常並暫停後 紐約證券交易所表示問題已經解決 沒有跡象顯示這次的故障 是受到網路攻擊 在期間將近兩個小時左右 包括股神巴菲特旗下的 波克夏海瑟威A股 雪崩是暴跌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七 美股從超過六十二點七四萬美元 變成一百八十五點一零美元 不過該技術問題似乎沒有擴大影響 當天美國股市是在製造業數據疲軟 對經濟增長的擔憂等影響下多數收跌 紐約證交所宣布取消美東時間上午九點五十分到九點五十一分之間 波克夏海瑟威A股價格在六十萬三千七百一十八點三零美元或以下之所有錯誤交易 一家機構經濟商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採訪時表示 不相信紐約證交所的解釋 也很難跟螢幕上的離奇交易搭得上 公視新聞黃苑林變異